我們看這一題 考慮一個繩子 一個繩子上面 正x 方向傳播的末波 在時間等於0 這是時間等於0的波形 時間等於0的波形 如這個圖所示 假設繩上的波數是20公分每秒 這個波數 我們叫vx 這個是等於20公分每秒 考慮繩上批點 這一點就是批點 這一點是批點 他的運動 他的作標是在30的地方 x等於30 下A敘述哪些正確 我們看A選項 批點將朝這個戶外方向移動 錯了 這個批點下一時刻 跑到這裡來 所以他是往上移動 所以A選項是錯 上面看B選項 批點在時間等於0.5 會以最大 時間等於0.5 那麼這個x 波形移動多少距離 就是20乘以0.5 移動10公分 怎麼波形移動10公分 就跑到這邊來 這樣 這裡這個是事實 那這個時候 他說 這個批點 這個時候位以最大 不自衡 位以最大在這裡 在這裡 就是這裡是10公分 在這個20公分的地方 位以最大 不是這裡 這裡的話只有什麼 只有那個 好看喔 這個是20 這長度20 所以的話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長度也是20 所以這終點 就批這一點 它的高度只有什麼 只有一半 一半就是5公分 所以B選項是錯的 上面看C選項 B選項 這個位以最大 批點在1秒的時候 1秒 T等1秒的時候 位以最大 那1秒的話 X就等於多少 就會等於20 乘1 就會等於20 那20的話 他就跑到這裡來 這個就跑到這裡 跑到這裡來 跑到這裡來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那這裡40 那這裡就50 那30這裡的位以最大 位以最大 是10公分 所以C選項是對的 上面看D選項 D選項 D選項他說 這個批點在0.5秒的時候 我就剛剛這個 0.5秒的時候 沿外方向的速度 沿外方向的速度 就這裡了 那麼我們就算Vy Vy等於多少 我們就代公式 負M 然後V也就是 這個波形 在這一點的切線協力 就這一點協力 這一點協力 這一點協力就是 Zeta直線協力 Zeta直線協力 M等於多少 這是負的 協力是負的 是等於1 這是10除以20 負1分之1 所以這樣 負乘以 負1分之1 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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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2是20 所以是10 是正的 公分每秒 是正的 所以方向是往上 所以的話 D這個 是對的 D不對 D他說是20 D應該是10才對 不是20 所以D這個選項是錯的 我們看 E選項 E選項它說,時間等於0.5,就是這個 沿外方向的速度是10,這個就對了 這個就對了,就這個 所以E這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大家應該選C跟E